现代人最不能忘记带出门的应该就是手机 手机一划开各式各样的资讯席卷而来 但这其中充斥着多少假消息 或是带有偏见的文章 还是诈骗个人资讯的各类讯息 该怎么分辨呢 中佳佳和有线电视公司举办媒体试读素养课程 邀请英哥建德社区银法俱乐部的长辈一起了解 媒体饱和的年代该怎么做应对 现在长辈对3C产品不是很了解 加上他们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讯息是真假 所以马上可能就会把假讯息一直传播出去一直重复 那很多长辈就是会容易受骗或者是被炸裁 所以这个对他们生活上实在非常有很大的帮助 手机的时代假讯你很泛滥 大家都要用LINE在传讯息 当然不知道可能它备有隐藏的意义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我们佳和有线电视 中佳佳和有线电视来到了建德社区 要教各位大哥大姐们怎么去分辨假讯息 怎么去分辨假消息 那我们都活在一个健康快乐清新的环境里 中佳佳和有线电视公司表示 透过网路散播出来消息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或是有心人故意操控民意 随着数位时代越来越发达 不管几岁都应该对数位世界的运作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并且懂得媒体适度素养 判断资讯真假 我早上一打开看到可以按的我才按 不可以按的我 通常我都不会按 我最不喜欢转发所有的讯息 我觉得它不是假讯息 我也不喜欢转发 我今天想这个口感很好 再拍一些事情 好像说如果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们看看 来说一下 手机连接网路已经如同现代人生活的必备品 应该要对于网路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中佳佳和有线电视准备媒体试读素养课程 深入社区 邀请阿公阿嬷从辨别真假讯息 做好查证开始 互信共好的公民社会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记者林立乌志恒 英哥报导